再看到19号下午花莲市殡仪馆内发生了一起斗殴案件 两名从事殡仗业的友人因为彼此产生嫌隙 在工作时呛声要输赢 让冲突一触即发 场面相当火爆 两名男子在灵堂前大打出手 谁也不让谁就这样围着车子打了一圈 直到旁边人看不下去前来劝架 根据了解两名男子在殡仪馆工作时是同事 双方之前就有嫌隙 黑衣男对白衣男呛瞎说要输赢 白衣男子不满才会先朝对方挥拳 双方爆发扭打 白衣男从车上拿出一把BB枪朝黑衣男开枪 枪被夺走后反追着对方不放 之后黑衣男躲回车上等待友人支援 来支援的同伙一名拿武器 另一名徒手上前助阵 黑衣男则拿盾气继续朝白衣男猛殴 再把BB枪抢回来 一行人打完后就上车逃逸离开 事发当天白衣男不爽就在桑里场合 公然呛吓说要输赢 黑衣男觉得一旁都是死者很不尊重 可以私下再处理才会不满朝对方挥拳 隔日凌晨两点多白衣男出院后冲去此季医院说要寻仇 在医院内大小生被警卫驱离 全医伤害 妨碍秩序 及枪炮弹药刀谢管制条例 寒送花莲电解署侦办 原本是平静安妮的殡仪馆 这回发生开枪斗殴的暴力事件 也让商家闻风丧胆 记者刘品成 许立琴 花莲报道